大家好,这里是小七八鱼,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汪小飞就拥有收到大S代理律师来预防的律师函了 为告知春节别想带孩子回北京 这可触到了汪小飞的逆铃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在直播间直接开队 由于说了敏感词汇导致被封号下线 汪小飞提到在台湾的保姆小羊 小羊到现在三年多都没回不来 他根本就不管孩子 汪小飞越说越激动和大家交代起事情的原委 汪小飞把毛头指向大S的代理律师赖一方 汪小飞口中的赖应方是专达贵妇离婚官司的高手 曾经代理过扶杨爱、贾静文、张青芳等女明星的离婚官司 为女方争取到了最大力度的权益 真是大怨主汪小飞离婚官司的费用还是他支付的 结果大S拿着他的钱并用律师和他打官司 孩子没争取到 不说还支付了高额的抚养费 我本来不想说的 我什么呢 今天晚上收到他们的律师凯 说孩子 春节 甭想回来 我急了 刚刚收到的 对 我不是这种人 你别给我惹急了 你给我惹急了 你给我惹急了 什么惹急了 没办法 那咱就护腿呗 为什么我们把孩子带回来 今天晚上给我发出凯 别想 把孩子带回来 赖玉芳 我告诉你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下辈子 他妈不得好死 你以挑唾别人的他妈的生活婚姻 来达到你的目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真看出来 汪小飞被激怒了 又不敢说大S 封的离婚律师 按在地上一头摩擦 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汪小飞向孩子想分了 黄什么来着 黄春梅 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我正在质问你 我的两个孩子在那 为什么就不让我爸妈 见我们的孩子 是谁一直在撕 是谁一直在不体面 你要体面点 你让我们家俩孩子 回来见他爷爷奶奶 给天对 哎呦飞 我爱你哦 好爱你啊 好爱孩子 干了最狠的事 真是我他妈就是恶心 我一年没看孩子了 我爸妈三年没看孩子了 凭什么呀 今天 我为什么今天晚上 晚上给我回过去 不让我爸他带过来 咱们是共同抚养 你没有权力 阻挠我爸他带过来 我告诉你 汪小飞怒对丈母娘黄春梅 虚情假意 说内地疫情开放后好严重 也许徐家是出于这个原因 考虑 但汪小飞思逆心切 不肯接受这个理由 身为徐家是在看笑话 就你好 别这么打扰 咱们当表的立牌吧 我汪小飞扬言要告大S 你以为那女孩子 那是我孩子 我从小我翻了翻照片 从小是我一个人 带给月儿长大的 非要把我拿电话说出来 我把你月儿跟我带起来 笑多开心 你有带我出去 出去我一次吗 我不带着 你有带着旅游 我一次吗 他妈让我觉得恶心 你只要带着出去 我一次旅游一次 我汪小飞 把孩子全给你 你踏实实的 今天又是跟我哭了 你知道吗 我他妈他来气的 让你跟我晚上找律师 给我这么回复 我告诉你 你还真别这么恶心我 紧接着 汪小飞威胁到 给你家留面的 留到头了 我告诉你 他妈恶心 不知道汪小飞这回会怎样收场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